警方叫一名男子 壓制在地上 過程中男子不斷掙扎 速度想要逃脫 高雄发生了一起 毒品枪化犯闖红灯 拒捕的事件 画面中嫌犯不仅逆向行驶 还闖红灯 原警见状立刻鸣笛 想将他给拦下来 但没想到他完全不理会 还加速逃逸 原警见状立刻骑车坠上去 紧跟在嫌犯的后方 嫌犯看到警方跟上来 立刻加速 在小巷子内 时速竟然高达70公里 两人就在巷内上演追逐站 情况相当的紧急 追逐的过程中 警方不断鸣笛 但嫌犯一点也没有 要停下来的意思 就这样在狭窄的巷子里 不断逃窜 还差一点搏击到其他路人 警方见嫌犯不断加速 立刻改变路径 准备从另一边包夾骑士 最后终于在民族路上 拦截成功 影片一po出来 网友也说 警察拿命维持秩序 真的好辛苦 谢谢原警辛苦的付出 经过惊险的追逐后 警方也将嫌犯逮捕 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法办 记得宋朝一高雄报导